yoshi 大家好我是Taka 今天要講的主角是由頻道會員敲碗許願的 如果你有特別想看到哪個球員的介紹 也歡迎加入我的頻道會員讓我有更多出片的動力 在2006年球季結束後 平成怪物松板大輔透過入閘制度挑戰大聯盟 讓各球團上演了搶人大戰 楊姬在這場爭奪戰輸給了紅襪之後 轉向爭取板神虎的王牌左頭景川信的加盟 楊基先花了2600萬美元取得交涉權 再用5年2000萬美元的長約簽下錦川慶 而因為正值王建民最輝煌的年代 同時也是台灣人最風靡棒球的一個時期 同為亞洲人又是隊友的錦川慶 格外的受到台灣人的注目 今天就來帶大家就要回顧一下這位 在各種層面和各種意義上都是位傳奇的選手吧 錦川慶 日文名 1979年於慈城縣出生 186公分93公斤 是一名左投左打的球員 守備位置是投手 日值通戰219場的出賽 93勝27敗 35次的丸頭還有9次的丸風 1387.2局的投球送出1279K 防禦率是3.21 大聯盟生涯則是留下16場出賽 兩勝4敗的成績 在日值拿過一次的勝投王 一次防禦率王 三次的三陣王 一屆的MVP和一屆的哲村賞 錦川真的是一個非常傳奇的人物 他從小就開始接觸棒球 在小學的時候還是個右頭 一直到了高中才轉變為左頭的 整個少年時期的錦川 不只在棒球展現出天賦 這時的錦川其實是更喜歡足球的 而他到了高中後會繼續打棒球的原因 其實是因為水戶商業高校沒有足球部 錦川在足球這方面也有著不少的傳說 像是據傳他家中有著數百卷足球相關的錄影帶 在板神入團前被問到是哪一隊的球迷 通常人都會回答職棒的隊伍 他卻回答錄倒錄角隊 後來在連續4年擔任開幕戰先發被訪問到心得 他開口就說 足球贏了真是太好了 如此狂熱的足球迷結果是在棒球場上發光發熱 真的是讓人很難想像啊 而水戶商業高校這所高中 在錦川入校前 曾連續兩年獲得夏季縣大會的優勝 也算是一所傳統的甲子園名校 錦川在加入後球技也很快的就有所成長 據說他住在離學校數十公里外的地方 上學時卻常常要睡過頭 為了不要遲到 幾乎每天一大早就拼了老命的再踩腳踏車 因此練出了強壯的下盤 也成為他投球強大的來源 到了高山春季的縣大會 對上隆其意高的比賽中 錦川投出一場7局18K提前結束的完全比賽 這樣的精彩表現為他自己爭取到了不少球攤的目光 只不過到了那年的夏甲縣大會 錦川因為腰痛的關係缺席了好幾場的出賽 一直到縣大會的決賽才注射止痛要硬上 但上市也許受到了一些影響 錦川在5決的投球失掉了4分 最終球隊也以4比1輸球無緣晉級甲子園大會 雖然沒有甲子園的出賽機會 但錦川的好表現也讓他和川口之災能見毒食兩人 並稱當時的高校生佐婉三魚鳥 隨後在1997年的選秀會上 在第二輪被板神湖選上 前約已經是8000萬日元,年薪600萬日元 不過作為備受期待的極戰力已經拿板神的錦川 職棒的首年連二軍都沒有什麼出賽機會 一直到1999年才首度登上一軍 並在5月19號出現發對上廣島的比賽中 投出一場6局失兩分的好投拿下勝利 但在這場比賽之後錦川還是沒能獲得重用 直到2001年球季才獲得野村克也監督的啟用 成為球隊4號先發的錦川雖然吞下了聯盟最多的13敗 但他在28場的出賽也投出了16場的優質先發 而且防禦率只有2.67 只落後給了中日的野口茂樹 在野村克也的書中有提到 對於錦川的個性他感到相當的不可思議 是他執教以來第一次碰到的類型 簡單來說錦川當時就是個孤僻又不出門的宅男 整隊集體用餐的時候他總是自己一個人 這種情況到了美國還是一個樣 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而且跟他說話都用沉默回答 不知道到底有沒有聽進去 不過就算如此 野村還是能打聽到錦川喜歡玩飛鏢 並透過這個興趣進而改善錦川的控球 只能說野村的指教風格雖然頗具爭議 但在發掘人才和培育這塊真的是令人相當佩服啊 而錦川也因為這年的好表現 年薪重求百萬日圓 一口氣飆漲到3800萬日圓 到了2002年球季 因為野村和板神的一連串恩怨 他順著太太殺之待夫人的事件請慈監督 板神也因此迎來了新野心意的指教 企圖擺脫連續四年店裡的悲劇 說個題外話 錦川雖然是個超級宅男 但他也能為了想要在實況野球上出現而瘋狂練球 結果因為太認真練習 連野村監督請辭的事 竟然還是透過鄰居告訴他才知道這消息的 而後 錦川在新野監督的安排下 首都在看幕站擔任先發投手 他不負眾望的投出一場11分的玩頭勝 也正式展開了錦川在球場上的傳奇故事 要知道當時板神正處於一個超級黑暗時期 一開季就有這樣的表現對球迷來說有多開心 板神也在這之後打出一波開季七連勝的高潮 而成為了球隊王牌的錦川 整年靠著他均速145公里左右的速球 加雙變化幅度有如指插球的招牌變速球 讓他以206次的三陣拿下三陣王 他是該年央聯唯一超過24次三陣的選手 領先第二名的上緣號制有24次之多 不得不說一下這顆變速球 當時我在玩實況野球對日文還沒有這麼了解 那個變化幅度之大我真的還一度以為是曲球或是指插 我沒記錯的話,03年的錦川應該是實況野球中 史上唯一變速球的變化量滿格的選手 而錦川在整季209.2局的投球也是全聯盟最多 其中有了8場的玩頭和4場玩風 繁衣率僅2.49,排名第三 WHIP是1.03 板神就在錦川的帶領下擺脫了墊底的戰績 球集結束後他也再次獲得球團的大幅加薪 年期來到了1億日元 更年2003年球季,錦川依舊維持著王牌身手 並在板神打者的全面進化以及兩部繡迴旅美歸國的影響下 錦川成為央連繼上緣號制之後單繼20勝的投手 並且板神在睽違了18年之後再度奪下了央連的優勝 到了日本一大賽上的第一戰 錦川對上了同為20勝的大投手齊騰和4 兩隊的炸藥打線和戴哈打線都打下了3分 兩人中場都無關勝敗 到了第四戰錦川再度先發 主投6.2局送出了9K但也失掉了4分 在9局下靠著金本支線的再建拳壘打才逃過敗頭 看來當時在全勝屠殺央連時期的錦川 對上大榮鷹的可怕打線還是有些苦手呢 而板神和大榮在敖戰了7場之後 很可惜的由大榮拿下了日本一 不過錦川在球技結束後 以聖頭王、防禦綠王以及聖綠王的頭銜 拿下了該年的年度MVP以及哲村賞的殊榮 同時他也和捕手石野紅灰 也就是現在改名石野耀大的板神監督 一同貨搬了最優秀的頭補搭檔賞 有趣的是石野曾經對錦川的評論是最不肯聽人家講話的投手 可能是和野村監督一樣 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在聽的感受吧 不過也看到在去年錦川的訪問中他也曾提到 當時他對石野的配球可以說是百分百的信任 只能說他們倆的關係真的是很有趣 這裡也要再來講一個有關錦川特別的趣事 錦川在球隊裡是出了名的節儉 另外一種說法就是吝嗇啦 他在03年因為正處於12連勝的階段 迷信不想要剪頭髮 結果被球迷誤認為是他太吝嗇不想花錢剪髮 而寄了一袋現金要他去剪 最後是投手教練受不了了叫他去剪 結果最後只剪了1公分 大哥你真是 接著到了球季結束後 已經是年薪過一的錦川卻還是住在球隊的宿舍裡 通常球隊宿舍是給一些新人或是收入較低的選手住的 錦川卻因為覺得住在這裡很愜意就住了快6年 直到球隊命令他搬出去才很不捨的退換宿舍 離開時還對球團提出想要在甲子園球場的停車場角落 蓋一間組合屋讓他住 結果想當然的馬上被球場給拒絕了 有關錦川的傳說趨勢還有很多很多 我會將連結放在下方說明處 接著到了2004年球季的10月4號 名偵探柯南在日本電視台上映2小時的特別版 震動的警視廳只1200萬名人值 欸對 你沒有走錯頻道 因為身為宅男的錦川是號稱沒有做過任何一集名偵探柯南的鐵粉 而這天晚上正好輪到錦川的先發出賽 他也因為這樣沒有辦法觀賞到柯南的特別版 於是錦川只好畫悲憤為力量 可以看到他在這場每一球的投球都是充滿了憤怒 有著特別用力的感覺 結果就這樣他成為了日子史上第71位投出5萬打比賽的投手 真不愧是傳說之難啊 不過在這年錦川的成績相較去年有些落差 他整計吞下了11敗 防御率的上漲到3.73 這使得球團在球季結束後的談約進行了3次都沒有結果 還一度搞到錦川被迫要自費春訓 就因為球團只給錦川加薪了1000萬日圓 這樣的加薪幅度讓錦川感到相當不滿 畢竟雖說是成績下滑 但怎麼說也是失下了全聯盟最多投球局數 還拿下了3陣亡 這其中的原因其實還有著錦川向球團提出希望透過入閘制度前往挑戰大聯盟 這也對錦川的談心有著不小的影響 畢竟想要從傳統球隊出去沒有這麼容易啊 於是最終年限還是盯在了2億2000萬 不過錦川也在這之後每年都向球團提出入閘的要求 2005年球季錦川依舊是板神正中的王牌投手 他也投出了個人生涯的第一前局投球 一共拿下13勝9敗 防禦率3.86的成績 而球隊也在下流剛和藤串球額的崛起下 再次拿下了央年的優勝 而在著名的334日本一大賽上 錦川也沒能逃過羅德的狙擊 他在系列賽的第一場先發出賽 6局被打十字安打失掉5分吞下敗投 更年2006年球季 錦川投出了14勝9敗的成績 送出194K再次拿下3陣亡 不僅是連續5年都超過10勝的投手 同時他也再度把自己的防禦率壓在了3以下 而球團也在他連續3年提出入閘的要求下 知道在留他個幾年到了能FA後終究也是留不住 同時看在他這些年對球隊的貢獻上 最終同意了錦川要求行使入閘的要求 在那年要前往挑戰的三名日職選手 松阪大府、錦川慶和岩村民縣都有著非常大的討論度 而最終就如開頭所說的 楊基在爭奪松阪私利後 用2600萬美元取得錦川的優先交涉權後 和錦川簽下5年2000萬美元的超長合約 2007年球季 錦川在祭出還被列在陽基的4號先發 4月7號的比賽 錦川大聯盟生涯出登板 5局的頭球被打出7隻安打失掉7分 其中包括兩隻拳雷打 最後是靠著A-Rod再建滿罐炮才逃過敗頭 雖然在第二次的先發 錦川投出了一場6局4兩分的優質先發拿下首勝 但之後的比賽真的是有一場沒一場的 他可以對光芒4.1局被炸7分 但也可以對紅話隊投出6局50分 接著在5月一度被下放到3A調整 大聯盟的第一年 錦川最終留下14場出賽 2勝3敗反應率6.25的成績 原本在日值該有的載制力可以說是消失殆盡 不僅拿手的變速球在大聯盟頻頻哀轟 原本就不是很出色的控球能力 為了應付大聯盟更高階的打者也更慘了 在季中就不斷傳出陽基該承認這是比失敗的投資了 這時先前在日本的搶人大戰時 對錦川有著高度興趣的教室隊 其實曾有向陽基試探想要交易錦川的可能性 陽基也一度將錦川放進讓渡名單 卻在最後時刻又收回 原因是陽基當時認為 最初取得錦川的交涉權就已經花了我2600萬美金 李教室現在還想要來撿現成的 怎麼說好歹也要幫出一半吧 最後也因為這個原因談判破裂 陽基也因此失去擺脫這個賠錢合約的機會 在隔年2008年球季 錦川雖然還是禍邀參加了春訓 球團也有意將他安排以中繼的角色出賽 結果在看幕前對上大學生的練習賽中 錦川還被擊出了滿冠拳雷打 也因為這樣錦川開季要從小聯盟出發 他在3A投了7場比賽後 算是還有著不錯的表現 錦川再次獲得了升上大聯盟的機會 不過卻再次得在3局內被狂敲11隻安打 失敗了6分 過幾天之後再度被下放到3A 大概也是從這場比賽之後 陽基也不得不承認了這筆失敗的投資 因為在這之後 錦川只有在6月再次升到大聯盟一天 接著甚至直接被移出40人名單 儘管在這年的後半 錦川在3A投出了14勝6敗 反應率3.45的成績 卻還是救不回球團對他的信任 就這樣在合約後面的3年 錦川都一直待在3A磨練 老實說用磨練這個詞也真的挺怪的 因為錦川真的有很認真的想要再次回到大聯盟 而且不斷改善他的投球機制 從他迴避的角度 自由角的擺動 甚至是怎麼踩頭手板 各種能增加他球位的方式都動過了 而錦川就這樣頭啊頭的在3A一共拿下了33勝 竟然超越了Yvonne Thomas 成為了陽基3A對死上的聖頭王 把成績拿出來看 雖然也不是到屠殺般的表現 但總覺得也不像是完全沒辦法上大聯盟的選手 這三年中間 陽基將錦川當成交易籌碼的消息也是層出不窮 甚至有傳出陽基想要將他送回日本 但最後被錦川給拒絕了 最終在5年合約結束後 陽基承認簽下錦川是一場災難 他們失敗了 而錦川也資人在美國能力好的選手真的很多 那些能力是他怎麼努力都達不到的 他在美國的這段期間也學到了很多東西 並不是一無所獲 2012年球季 時任歐利市監督的鋼田張布 同時也是錦川在板神時期的恩師 在他的引鍵下將錦川納入自己的麾下 他在睽違6年後再次回到日本職棒 並在該年的7月11號投出一場8局11分的好投 拿下回歸後的首勝 不過在這之後卻因為腰部和腹部的傷勢 使得錦川在投球上也受到了一些影響 以往動輒115上下的直球均數只剩下1.37左右 整體的被打擊率也來到偏高的2.85 發揮率也是偏高的4.65 整年只拿下了2勝7敗的成績 球季結束後 錦川進行了游離軟骨的去除手術 一直到隔年5月底才回到一軍名單 雖然他在這年角出3勝3敗 反役率2.59疑似回春的成績 不過後面的幾年也沒有獲得太多的出賽機會 只能當個先發輪值空缺時的電檔先發 到了2015年球季 甚至沒有一軍的出賽紀錄 在二軍更是慘烈的0勝4敗 反役率高打14.4 最終在球季結束後收到了戰力外通知 在這之後錦川還沒有放棄想要繼續打球的想法 他參加了戰力外測試會 但沒有獲得其他隊的青睞 於是他在2016年底和獨立聯盟的冰庫藍沙隊簽約 不過簽下的是練習生的合約 沒有簽約金也沒有資心 為了只想再次證明自己 而錦川也成功的在獨立聯盟 展現出他終究還是不同一個成績的投手 他在14場的出賽投出11勝0敗 防禦率1.10的表現 其中11勝和94K都是聯盟史上最高 而在從藍沙隊退團後 錦川表示他還沒有想要引退的意思 但是會先休養一陣子 在這之後一直都還有錦川想要繼續打球的消息 但終究只是傳聞 這兩年看到錦川活躍在YouTube以及球兵的工作上 可以看得出這個傳說終究還是畫下了句點 錦川的生涯從本身的王牌救世主 變成楊基史上最失敗的投資之一 但就算錦川生涯後期的各種不如意 他還是始終沒有放棄他那想要成為一流選手的動力 希望看到這邊的大家也能在自己喜歡的路上像他一樣 能夠一直堅持下去 好的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別忘了按讚、訂閱、分享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